新闻的话在中国特别火 说普京送给习大大一台YotaPhone 也被吵得沸沸扬扬的 YotaPhone在俄罗斯有多么多么的火 多么多么的好用双面的屏幕 确实我也被吸引了 于是我就去在俄罗斯当地的手机店 因为俄罗斯没有网购 我只能去当地最大的连锁电子商场叫DNS 我就去问他们 你们这有YotaPhone吗 说什么手机 我说YotaPhone 这是俄罗斯制造的 你不知道吗 YotaPhone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YotaPhone YotaPhone 从来没有人来问我们买这个手机 所以我们这里也没有备货 你先等等你 我帮你查查 打电话问你 喂 你们有吗 你们也没有啊 行吗 打了有三四个电话 说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店里头都没有这个手机 在俄罗斯玩手机的这帮人都推崇小米是一个大神机 在俄罗斯的市面上几乎买不到 你必须得通过特殊的渠道你才能拿到小米 痴迷小米到什么程度 我有一次晚上回宿舍 然后保安左手帮我打开门 右手抓了一个小米2 面带微笑用袖子擦擦屏幕 他一划开 他又开始玩 然后我就问他 你新买手机了 说 对 我买的小米 我问他是2S吗 他说是R 就是因为我买不起2S 因为2S太贵了 就是你玩一下 你看看 然后我说行 那手里那种的我一看 虽然里边系统都是英文的 如果雷军 你见到这期节目的话 一定要做一个俄文系统 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在俄罗斯有相当多你的粉丝 我见过好多女生 包上米2造型的小玩偶 就这么大个儿 我也有问过他们 你们知道这个什么形象吗 然后他们都说 知道了 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动漫形象 因为他带了一个俄罗斯的帽子 还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 然后我说 好吧 好吧 其实你知道它叫米兔吗 嗯 不知道 我也就知道它是一个兔子 我说 好吧 其实这个是一个中国手机的牌子 是小米的一个小吉祥物 他们说 是小米的吗 是小米的吗 就这样问我 然后我说是 然后那种的问我呢 在哪儿还能买到 因为在俄罗斯卖的特别的贵 我真的太想把小米卖到俄罗斯了 因为俄罗斯人太喜欢了